三世如来十八罗汉 请问这样如伐吗 这也是你们 你们居四林的事情 如果是谈 谈头要交多少钱 一定要做多少信 才准许他挂单 这个就 不太如伐 那你就干脆 你到我这来交伙食钱 就好了 所以不要用这种方法 强加于人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的 本意是什么 用佛法又如何解释 这是老子苏说的 跟大臣教义 很相应 教你什么呢 放下分别之处 立望向分别之处 这一切法就是真的 你才看到一切法的本来面目 加上妄想执着 你看不到真的 你看到全是假的 是你自己假想的一切法 不是一切法本来面目 在家居士 应如何使用 老法式给 六道众生的 归一政策如法 真诚心 真诚心 给归神 给一切众生 做三归一 就如法了 不能够草率 草率 没有感应 真诚心 有感应 就臣子林 在请问 怎样介绍 无形的众生 去澳洲进宗学会 什么新加坡 聂佛堂 天牧山 长春 博国新龙寺 这些大道场修行 有的居士说 必须给 各路天神徒弟 烧宝打底 不然去不了 这如法吗 这个烧宝打底 是贿赂 不如法 世间人 需要用这些东西 那个鬼神 还不需要 所以用真诚 那么要到哪些地方 最好是跟这些道场 常住 有联系 在这些道场里面 给他立一个牌位 他进入这个道场 就没有问题了 护法神 就准确他进去了 这个里头没有他座位 有时候 忽发神 拦架 不让你进去 底下一个问题 在有些人 握抱现前 他们虽然感到心中不安 但就怕别人 说 这是握抱 请问 应如何善巧 帮助他们 这个不必忌讳 握抱现前 是好 为什么 他抱掉了 抱怨现前 如果还隐瞒的时候 他将来还要受 更重的握抱 所以这种事情 现前是忏悔 是最有效果的 忏除业障 佛法里面 叫人法禄忏悔 就是把自己的过失 向大众宣布 他的罪就爆掉了 不能隐藏 善要隐藏 自己做了善事 不要去张扬 没有人知道 叫集音德 那个德越积越大 我不可以集 我就要表扬出去 让大家都晓得 这个人干得坏事 人家的时候 瞪你一眼 你这个业就爆掉了 给你几句批评 就爆掉了 所以我也希望赶快爆掉 早一点爆掉 善点不要人知道 这个道理 自己一定要懂 底下说 有一个修行人 看到福毒自杀者的灵魂不复体 就用神通把这个人救活 请问这算是雌心吗 会不会有被复毒自杀者的业障 会不会对有神通者的家属产生负面影响 要看他的存心 如果他的存心只是旧人 没有任何名文利杨夹杂在这里头 他做了一种好事 如果别有歧途的话 那他还是有报应 报应很复杂了 不要问别人 当事人自己清楚 自己明白 底下一个问题 这是佛陀具备圆满的智慧 但有些人却认为 佛经是弟子们帮助完成的 历史是人写的 因此出现许多果知果见 请问应用怎样的善巧 才能使他们深信佛法的智慧去应骨 佛法不在外面 佛法不在佛教里 佛法不在释迦牟尼佛了 佛法在自己 释迦牟尼佛 他讲得很明白了 他49年 没有说过一句话 谁要说佛讲经 叫傍佛 这佛自己说的 佛是真的 没说一句话 就好像大夫治病一样 从来没有药给人 什么时候又要给人 是变个人 你害的这个病 需要这个药 你不害这个病 大夫拿什么要给你 每个人的病不一样 所以他处方不想痛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教我们什么 你看看六祖坛经 你看看慧能 不就晓得了吗 佛出事是帮助人开悟的 没有别的 怎么开悟呢 太简单了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本来是佛 但是什么 你不肯放下 慧能放下 随他表演给我们看 他做佛了 做佛真的 具备圆满的智慧 佛法